截至2月15日,武汉市已由9家方舱医院投入使用 在这里奋战的除了医务人员,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保洁员 每天他们也要进入病房,与患者近距离接触 保洁员们在院内工作时,要穿戴两层防护服和手套 每次仅穿戴设备就需要30分钟 由于防护服不透气,穿上后不到几分钟,汗水就会湿透全身 护目镜也开始起舞 喊起来的话,它整个人就像有点那种呼吸不畅动 有点像那种曾桑拿的,像跟曾桑拿的感觉是一样的 特别是做事的时候,它出了力,动作幅度大了之后 它根本就是说长不过气来 护目镜是看不清楚的 越到后面越困难,是用手在前面撑着 用手前面撑着,怕撞到墙,撞到玻璃了 然后一点一点的来 每次进入方舱医院,刘燕和同事们都要工作4小时以上 有时患者也会跟他们聊两句,帮帮忙 对此刘燕也感到暖心 我们在那儿整忙,旁边有一滩水 然后有一个男的那个师傅 他就拿了一个拖把在那儿拖了半天 拖了几次,跟我们把那一滩水给拖掉了 他说你们也辛苦 他说万一你们忙的时候看不见 踩到那个水摔跤了 他说你们会很麻烦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也在付出,他们也在帮我们 目前,江岸区塔子湖方舱医院 共有30余民保洁员 从2月4日医院筹备以来 他们就进入场馆参与布置 放舱医院启用后 他们又自愿留下来负责相关清洁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